哈嘍 大家好我是大師 希望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一個就是我IG、FB還有Twitch 那今天這期影片呢是要教大家 如何去設定你YouTube的 營收的金額 然後從吸點匯款改成 電匯的方式 那基本上 大部分的人應該都已經設定完了 那因為我自己還沒有 設定完電匯的操作 所以今天就 設定的時候順便拍一部影片 教大家如何 把新年匯款 換成定位匯 定位匯款 那基本上 你在Google AdSense這邊的網頁 那這網頁這邊的左邊 有一個付款方式 這裡 我們把它點下去 點完之後呢 再來就是 你要從這個收款方式 這邊管理付款方式呢 把它點下去 點完之後呢 一開始我是用新年匯款吧 所以這邊會設定主要 那我們再新增一個付款方式 那這個新增付款方式 我們點一下 電匯的詳細資料 那電匯詳細資料呢 我基本上已經 點的差不多了 那 要點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要填的 有 售 售管人編號這個是不用填 然後銀行的賬戶 就看你是使用什麼的 銀行啊 那 大叔我這也是用 金城銀行 然後這邊就是填 金城銀行的名稱跟 賬戶 跟你的賬戶名稱 再是這個 BIC碼 然後最後就是你的 賬號 然後 重新輸入一次賬號 這是你的銀行賬號 然後最後就是你的中間銀行的是什麼中間銀行的名稱跟 你的 中間銀行的 BIC這樣子 然後最後的收款 中 收益人 就是 呃 你自己 或是別人 那 基本上我已經填好了 名稱還沒有填 基本上你看 這是銀行的賬戶名稱 啊 這是金城銀行 那 當初啊在 你是用新年匯款是用金城銀行的話 那他其實寄給你的mail裡面啊 他有一行 就是 有好幾行啦 教你如何填 那裡面有部分銀行名稱這裡 銀行名稱這裡 基本上銀行名稱這裡他一開始打錯了 他打成雙銀號 所以我們這邊要填的時候你記得 把它改成就是 單銀號就好 然後剛剛說的BIC號碼就是這一個 就是TDNJ這組號碼 我不能還原 然後賬戶名稱就是 你的台幣或是外幣賬號 然後 中間銀行名稱如果是金城銀行的話就是選這個 然後中間銀行的BIC就是這個 然後最後的收款呢就是你自己啦 然後基本上如果啊你的 手續費 會按照每筆匯款金額是0.05%計算 也就是說最低是220塊 最高是800塊 然後這邊有個例子給他 如果是例子給你 美金4000塊 那要 負擔手續費是2塊美金 那折算台幣不足 成最低收費的話 那你就要收220 反正你只要 折算 之後呢 如果你不足就是要弄 最低的220塊去算 OK 這樣大家知道嗎 好 那 大概就這樣子啦 然後 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 收款人啊 就是一定要是你的 或是銀行賬戶的名稱 一定是要你當初辦銀行上面寫的英文名字喔 如果不是的話 應該不會給你過 好 那 大致上就這樣子 那 我們再按下儲存 好按完儲存之後呢 那 原本這個頁面 那 就是多了一個 電池 因為這銀行賬戶 那因為 我這邊的新年匯款啊 我這邊還是設主要 那 到時候要換的話就把這邊設主要就好了 那我為什麼 還沒有換呢 因為我的新年匯款 他這邊沒有寫說不能用啊 所以我想說 是不是Google那邊還沒有正式把它取消 呃 理論上啊他正式取消應該要發 沒有 發一次沒有給我才對 所以我還在觀察說 這一次的付款會不會還是用新年 你的方式回款給我 不確定 當然我還在嘗試啊 因為我的付款金額還沒有到 那 大致上就這樣子 那如果 你的因為 我們要付手續費的關係會比較高嘛 最低220塊 那基本上你要把原本假設你是100塊美金 你就收起 開始收那個收益的話 那今天你可以改成500塊美金啊 就是當然要 算一下你的頻道的 每個月的收益量 如果真的太久的話 那當然也不建議就是 設那麼高然後等好幾個月之後才能拿到錢 那基本上如果 你要衡量到衡量自己的頻道 我覺得基本上差不多三個月 可以收一次的 收一次金額差不多啦 好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 那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就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希望這期影片 呃新增定位的 方式有幫助到各位 YouTuber 好啦就這樣子 希望大家大家會喜歡這款這支影片 拜拜